一下頭來的 開船人身好風景 時來運轉任務行 大家好 我是李明依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 開運堅定團 當你的女朋友 愛上你的好朋友 你會怎麼辦呢 今天你的女朋友 你會不會抓 krymina 真的 抓爐 抓爐 我們不敢相信 沒錯 怎麼可能會這樣 會 重暴飛君子 再一次 你想知道十二生肖的 桃花月歌是什麼月份嗎 蛇雞牛 她說桃花是五月 氛氣很熱嘛 所以他們就是爛桃花的 浴火旺南宵 免花折草 爛桃花 而且你們是浴火南宵耶 如果有一天 你真的成為別人的第三者 你會幸福嗎 那我們就看一下 你幸福指數到底有多高 第三者 好幸福喔 行的第三者 那我們應該是這樣的 今天呢 很感謝大家 很榮幸 當上了這個衛冥者寶座 對啦 2003年什麼星座 可以是職場上的黑馬呢 由黑翻紅進步神速 人家會覺得說 哇 以前都小看你了 現在沒想到你一飛沖天啊 而且以前這樣感覺蠻遜的是不是 以前是蠻遜的 那就是上升或太陽在 你坐 加油了 加油了 這次DIY要提醒你 最近是否會在武藝之間 得罪了別人 這個地方還好 是利益的利 但是呢 這邊卻是拐騙的拐 就是為了利益 你去拐騙人家 那當然這首先 你就要得罪人家了嘛 是 我們今天來請到了 5566的前五五 前五五 就是一半啊 兩個小帥哥好不好 王少偉 王仁甫 Yeah Amy姐好 三位老師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5566的前兩個五 我是仁甫 我是少偉 你們是叫5566 為什麼叫5566啊 5566 小六是說來話場的 真的啊 那就算了 好 好 也要去得罪人家吧 既然沒有 不是 大家都是來這個圈子 不是 大家都是來這個圈子 揮口飯吃 真的不要太麻煩了 好 謝謝 我只是覺得 你們為什麼不叫2266 零零零啦 好 其實這5566的意思呢 我們是希望我們五個人 能夠每個人 在各項領域當中發展 那六個 都人五人六的就可以 對 也可以這麼 不是 可以這麼講 很期待怎麼這兩個數字 被我解釋起來都怪怪 我們當然知道了 看到這個年輕的帥哥 通常大家就會想說 進入了這個演藝圈之後 一定會影響你們的 戀情的發展 尤其是偶像團體 對不對 譬如說經營公司啊 一定會在旁邊耳提面命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那個不要 那個不要 對不對 先講一下你們兩個目前的 官方說法的 感情狀態是如何 但是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們5566裡面 四個男生都是已經退伍過的 所以公司方面 他們不會刻意要求我們說 你們不要去交女朋友 那因為啊 你跟季晴我都認識啊 你跟季晴是 來真的還是玩玩的 應該是 等一下你這樣子問 問到兩個都不是正確答案 那我要怎麼回答 好 那你回答 你要問完 沒有啦 其實我跟季晴就是 好玩的 好朋友 沒有 因為 來玩的 怎麼會來玩的 來玩的 來人世間走一遭 對… 幹嘛 以為怎麼會來人世間 還有感覺 你覺得我好像訪問到 兩個什麼一堆男女鬼什麼 對… 要不要可能是投胎啊 反正就是好朋友啦 對啦 真的是好朋友啦 其實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如果有什麼的話 我就是講什麼 那你對好朋友的定義是什麼 我對於好朋友的定義就是說 我… 當我就是覺得說 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比如說我今天… 互相傾訴的 互相傾訴的一個對象 或者說今天 比如說我一個人吃飯 好無聊的時候 打電話看她說 那你們那邊會不會 你有沒有很無聊 或什麼之類 大家一起出來吃個飯 就是有對好朋友的定義 我跟你講 問旁邊的人看得最清楚 對不對 王少偉 我覺得因為是機械式的點頭啦 聽進去他還講什麼 但基本上 有些人常常會被誤會 就是因為他們常常就是 比如說找另外一半 就是出來吃飯 總是那一個 同樣的對象 所以常常就會被人家誤會 你就是說 如果他們兩個是沒有在一起 可是因為經常找同一個異性 對… 對不對 然後結果人家就會有 這個多餘的聯想這樣 我覺得就沒什麼 那你何必要去為了這些那種旁邊 我覺得這現在的問題 就是要講到就是說 現在的社會關係 其實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覺得… 來 王偉 請發表一下你的意見 不是 我覺得其實 對於藝人來說 並沒有任何的問題 其實問題是出現在這個社會上 大家都覺得好像藝人 出現在公共場 被拍到就是不好的事情 可是其實並沒有啊 你們兩個不會渴望戀情嗎 渴望戀情當然是會啊 應該還是會啊 譬如說你工作之餘 你當然說有知心的朋友聊歸聊 可是真的不是女朋友 還是不一樣吧 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對 還是感覺 會不會就是說 你心裡面其實還是有一片 有一塊空虛的地方 你還好耶 你是跟家人住耶 我是一個人住 我才空虛耶 一個人住 每天回到家就看到 那房子都空空的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子 那種感覺就很空虛 好 來 我們請這個唐老師 來幫你們兩個這個星座 分析一下 然後幫你們尋找 可能未來你們可以交往的對象 好不好 我們請教這個唐老師 他們會被什麼類型的女生吸引 那其實什麼樣類型的女生 才是真正適合他們的 先從王仁甫開始 好 王仁甫呢 她是處女座 你是處女座的啊 然後月亮星座是牡羊座 上身又是金牛座 從這三個星座加起來 你們先不要管什麼 第一個 她的愛情 她的太陽就落到愛情公位了 然後第二個呢 這三個星座就是處女座 牡羊座還有金牛座加起來 她一定很會撒嬌 而且王仁甫的金星 又是在巨蟹座 所以她就是那種很喜歡 窩在她的小窩裡面 然後跟她的女朋友 好好相處的那一種 所以她回到家裡看到那個 這個沒有光線的感覺 沒有溫暖的感覺 只有電視陪伴她的話 她會覺得滿難過的 的確會空虛 對 那這種 這種就是標準的 有異性沒人性 她只要交到女朋友 她絕對不會跟哥們混 所以台天 難怪最近都不出來 對啊 那所以她的就是說 什麼樣的類型女生 會適合她也會吸引她 第一個一定要可愛 第二個一定要聰明 那絕對不能太強勢 對方不能太強勢 不能太強勢 太強勢看起來太兇悍的女生 王仁甫會覺得 跟妳做朋友就好了 我會有侵略性 你會覺得說太over的也不行 對 然後一定要有 有時候有一點點傻傻的 然後需要她照顧的那一種 她就會有一種 很想繼續照顧妳的感覺 哇 這人不好找 老師妳沒有影射誰吧 妳聽起來總是覺得有一點 我們兩個還是個同個團體吧 對 雖然還少了另外三個 但還是同個團體 對 感覺這兩個五五呢 就是很明顯的 已經劃分成兩半了 好啦 那如果是王少偉呢 好 王少偉的話呢 太陽星座是射手座 哦 射手座的 我們待會兒就慢慢等著 她的冷笑話會一個一個出籠 因為是射手座 對 還有呢 就是這個 王少偉呢 她的太陽星座 射手以外 月亮是天蠍座 哦 月亮在天蠍 射手 上身星座是虱子座 好玩的 自己講 所以她要談戀愛呢 她是很挑剔的 哦 她反而很挑剔 對 妳以為她看起來 對每個人都很放電 可是事實上呢 沒有一個 是她覺得OK的 好像每一個都有一點缺陷 你會這麼挑哦 看不出來耶 真的啦 我也看不太出來 但是真的就是 就你真的碰到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莫名其妙 那個直覺就會上來 就是問號就會上來 真的這個不太好 那個怎樣怎樣 其實我本來 我的感覺 我的本性不太容易 去愛上一個人 就很小心翼翼 沒錯 那那是本性對不對 那你本身亂嗎 還不錯 我們官方說話 滿有潛力的啦 我覺得 這什麼東西啊 有帶發揮 這才藝啊 女生亂是才藝啊 不是說射手 然後又月亮天星 那表示她的體能也很讚啊 她應該這方面需求也很大啊 不會啊 那她就是一個 她就靠運動啊 對 對 其實 其實王少偉滿健康的 我覺得 小萊 我覺得湯老師 對射手做的男生 有一種莫名的 鍾愛 天愛 你跟射手甩了 你還不醒過來 誰甩 誰甩我 我甩他 好 你甩掉他 跟另外一個小護士 對 不會啊 這是巴掌 而且不是 我們看一起來 什麼時候現場觀眾會鼓掌 你看 太精采了 現場來聽 好可怕喔 如果 好不好 如果 你們兩個啊 假設已經有女朋友 假設 假設 女朋友呢 偏偏喜歡上你的外貼 好朋友 假設你的女朋友愛上了她 她的女朋友愛上了你 怎麼辦 說實在我是屬於大愛型 我會成全她 就你們三個一起來是不是 什麼叫大愛型 大愛型 我可以四個啦 我是不反對四個也可以 如果他男朋友又 不是 喜歡上 如果他爸爸媽媽 越來越複雜 還是男朋友咧 不是啊 因為我是覺得如果兩個人在一起 就是一定要有感情 如果說我的另一半已經 不喜歡我 對啊 我就不會去留他 就讓我再喜歡他 對啊 你的 原來那種 外貼的 巴哩巴哩那種兄弟 那你怎麼辦 你跟這個兄弟還會繼續交往嗎 他如果是說我女朋友 自己喜歡上他 就另當別論 我還是會 所以你還會去查清楚說 誰追誰啊 對 還是 曾原大名 我就兩個都不要了 你就連朋友也都不要了 連朋友都不要 而且我很討厭他們 對 他有恐嚇的意味在那邊 所以小心 很討厭 很討厭 而且沒有 塞腳數都出現了 感覺上少爺是說 還好還好 後面OS 還沒還沒 還好 好 我們來做一個隨樂星座的 這個情境假想 請教唐老師 那麼當女朋友 自己的女朋友 愛上了自己的好朋友 那麼十二個星座的男生 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好朋友愛上你的朋友 自己看一下生命的好朋友 是這樣的話不可以愛 不是這樣也不可以愛 我們來看 太陽金星在牡羊座 你的好朋友 你搶了他的女朋友 他會怎樣呢 豈有此理的狗男女 而且說了狗男女 感覺就是真的是斷絕關係 斷絕關係 而且與你勢不兩立 從此以後呢 就把你視為假想敵 在任何場合都想打倒你 他不會報復你 但他想打倒你 我們來看 太陽金星的金牛座 金牛座的人 如果你搶了他的女朋友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 記仇型的 記仇型的 而且他就會開始勵精扶指 他要讓自己更好 讓那個女生後悔 他是屬於這一型 因為沒有辦法嘛 這個變心的女人是晚不回的 這個朋友也當作我瞎了 沒看清楚 他會告訴自己 以後不可以再犯這樣的錯 但是他會努力的讓你知道 我是記住這件事情的 十年後你就知道了 我們來看 太陽金星在箱子 還有射手的人是 射手 你們搶了他的女朋友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賴啊 裝傻 裝傻 不是裝傻 他開始好奇 他很想知道原因 他很想知道那個時間點 想要搞清楚 他基本的態度 他們會認為說 我是怎麼做了 為什麼會讓這個事情發生 也會自我檢討是不是 對 所以其實他問清楚以後 他要有一個答案 這滿像你的對不對 Perfect 沒有 你不要因為他們這樣講 你就在開始攻擊射手座 也不會啦 但是邵偉 你介不介意年紀大一點的女生 不介意 不介意對不對 那介不介意他 身體也大一點 我也可能如果 我的身體也跟著大著起來的話 應該就不介意 那你介不介意他是個星座老師 對 再生怒一點 再生怒一點 好 我們來看 太陽晶晶在巨蟹座 王仁甫的晶晶就在巨蟹座喔 這個問題可大了 我們來看一下 獅子跟天秤 太陽晶晶在這裡的話 那麼你搶他女朋友他會 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事情變成這樣是他不可以相信的 因為他在交女朋友的時候 他是全心全意付出 不過呢 太陽晶晶在獅子和天秤有一個特色 他們是用他們的方式去付出 比如說他們用他們的方式去寵愛他們的女朋友 可是女朋友可能認為說 這樣的方式他不習慣 他不喜歡 他講很多次 而天秤啦 獅子啦 可是沒有聽進去 哦 就是說他們其實是滿自我中心的 然後呢 你以為你這樣去愛人家 人家應該是相等的回報 永遠不會變成這樣 但事實上人家根本就覺得說 我就不喜歡你這樣子啊 沒錯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晶晶在 處女天蠍 這個時候是一組的了 那太陽 王仁甫就是處女 好 還有金星天蠍 太陽天蠍的 是處不報廢君之 再一次 天啊 就是我們如果去找到一個啊 找到一個那個無頭男師啊 然後啊 身上有好幾道刮痕 應該就是往那邊浮 就是 巨蟹一刀 處女再一刀這樣子 沒錯 你看喔 金牛座也是要君子報仇 可是金牛座是那種 它不會在表面上報的 所以你說它表面上看起來 還以為說它蠻有風度 以為說它不見 但是它心裡面很 然後呢就等十年 對 而且它記得很老 但這個處女和天蠍呢 它很怕自己忘記了 所以它一定要做點什麼 證明它記住 比如說到人家樓下嗆聲啦 丟石頭啦 賭人啦 我不會這麼陰險 我都直接明著來 我之前在想過啊 我想過如果有人這樣背叛我 你已經想到招數了 對 我已經想到招數了 我要把那個人抓來 綁在椅子上 虐待他 不要 我不虐待他喔 我就每天在他身上畫一刀 然後撒鹽 等他好了 再一刀再撒鹽 然後這時候後面啊 而且沒有 後面還要放一首歌 別再上口上撒鹽 太可怕了 他的報仇真的跟我們不一樣耶 我們金牛不會這樣報仇 他講得我頭皮都發麻了耶 你知道嗎 好恐怖 我的畫面 不用擔心 那相對的 就是代表王仁富凱愛你啊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變心嘛 然後你朋友也不要搶他女朋友嘛 他有一點呢 要讓他跟你分手 就是要讓他討厭你 這樣就沒問題了 王仁富奪你 你先假設說 你已經不愛王仁富的話 你先讓王仁富討厭你 對 好像感覺上是假裝被他甩了 你再去跟別人在一起 他就OK 對 就OK了 好 再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晶晶在摩羯 如果你長到他的女朋友 他會怎樣呢 你哪裡做得不好 好自卑喔 開始檢討自己 自責 然後他也會開始很悶喔 他是屬於自殘型的 自殘 對 比如說他會就開始消瘦了 對 或者是說他樣子啊 或者事情就開始做不好了 工作也開始有點停頓了 或者是說他很痛苦很痛苦的時候 會用手機打牆壁這樣 砰砰砰 讓自己減輕痛苦 這種型的 好奇怪喔 對 男生就失戀痛苦的時候 就用手打牆壁 我們女生失戀痛苦的時候 就用手打麻將 你很 怎麼跟那種不一樣的 我就是用牙齒打食物 我的天啊 我還能金卡打衣服 這個厲害了 你能夠接下去繼續冷嗎 對 接著冷 好 厲害了吧 我們穿件衣服了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太陽晶晶在水瓶呢 你長他女朋友 稍微的精心就在水瓶座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答案 是不是真的 尊重選擇 好準喔 讓你一走 奇怪 所以個性來講 我們說星座星座 當然你若是說 這個美日運勢 然後還人 很準啊 參考 但是 但是講到了個性 真的是 騙不了 騙不了人 真的騙不了人 那我們來看一下 太陽晶晶在雙一座 如果你搶了他的女朋友 老天會給他們報應 他只是自己在那邊下咒 他會開始去學巫術 他會拼命把他轉化 因為他不喜歡那種仇恨的感覺 在他的生活裡面 所以在這個時候 他會認為說 沒關係 因果報應輪迴不爽 所以你們一定會有報應 他就趕著看 這點就可以安慰他了 OK 好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下參考 那到底你能不能水性揚花 或是半夜裡亂爬牆 看看你們能不能有 他的太陽跟精心在哪裡 別亂來好不好 好 來 請教你們兩個 就是說你們在感情上面 算不算占有欲很強 不太有安全感的人 我算 我算 占有欲很強 你應該算 因為你剛剛那些招 我到現在頭皮麻 還沒有削掉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好麻 我是那種就是 一定要有安全感 我覺得沒有安全感 我就會一直想辦法 去得到安全感 就是你會用盡一切辦法 就知道我要先肯定 我有安全感了 我才會在這段感情裡面 完完全全的投入 邵惟呢 我會先觀察他 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才敢慢慢 把這個感情放下去 而且你想占有他 你也怕人家還 反過來黏你的 對 我也其實很怕 人家黏我 說實在的 真的 那廣仁甫你都不怕 人家黏你 我好喜歡人家黏我 對 好 那我們來做 這個開運史的想測驗 你是不是一個 死殘爛打的情人呢 你碰到的感情 會不會鑽牛小肩 抓住對方兩個人 這樣驚靜的黏在一起的那種 我們來請高老師 好 其實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都曾經看過 那個桃色交易這部電影 其實像我們這些 25歲以上的女生 都覺得說 哇 又有一百萬可以拿 又可以跟帥哥 共度一夜的話 真的是賺到了 所以我們今天隨堂測驗呢 就進入你的潛意識 我們也來玩這個 桃色交易的遊戲 就可以知道 你是不是個 死殘爛打的情人 用桃色交易這個情境來假設 好 如果你答應大亨 以一百萬元共度一夜 你答應他之後 你的心裡會怎麼樣想 一百萬呢 一百萬 一百萬 你會覺得說 沒有 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時候不景氣 我算你八十 自己人家明明給你一百萬 你自己還要我打折好 我覺得 沒分送一 對 我現在陪你兩碗好了 對啊 陪你兩碗好了 滿一送一 好 來 一 一定要好好的表現 下次還可以再轉 好 就是呢 把它當成一個長期的客戶 來清理 第二 牙呢 忍一忍 牙一咬呢 也就過了 第三 有原則的配合 譬如說你只能摸我的手 你只能摸我的背 對 不准親吻 我可以看報紙打毛線 等一下 那感覺好像已經到那個 從事這種專業 好 很專業 很專業對不對 第四 哇 麻雀變鳳凰 就是你的反應是 哇 我賺到我的毛線啊 那一百萬拿到了 而且我自己還可以賺到這樣 好 第五 覺得自己很可憐 竟然要來這樣出賣自己 對 直覺對不對 而且這個 這個女大亨或男大亨長得很普通 不是那種很帥很 不能是帥哥或美女嘛 對 一定要好 這是單選還是複選 單選 少偉 你是怎麼樣 少偉應該 第一分鐘 第一分鐘 第一分鐘是覺得自己很可憐 但第二分鐘牙一咬 忍忍就過 第三 最好有原則的配合 然後呢 但是還是覺得 一定要好好表現 下次還可以再生 好啦 最後就可以 最後就變成麻雀面瘋 好啦 好啦 就是這樣子選 好啦 第一個 沒有啦 我第一個直覺 原本是想說這個 只要忍一忍就過了 但是後來你講到那個 對象是怎麼樣 普通的 普通的 怎麼會覺得自己很可憐 可能 你覺得自己很可憐 你覺得自己很可憐 賺那個錢很可憐這樣 我就會想追根究底 到底為什麼會 這麼可憐 OK 覺得自己很可憐 好 你呢 任服的話會選 有原則的配合 有原則的配合 既然是交易了 交易囉 可是你不能碰到我 或是怎樣 你真的一百萬 哪有這樣子 這不可能讓你賺 一百萬 我真的不要 等一下 好可憐 我自己把條件開高一點 等一下 剛剛 他講說 你覺得 那個華老師非常的激動 華老師這一百萬 不是你花的 你幹嘛 他那邊說 你要有職業到的 你要有職業到的 你拿了我一百萬 拿一百萬 你只能看 對 他這個原則 都不能三批或是暴力 其他的話 他你都要配合 其他還是要配合 還是要配合 你就是要跟他炒飯了 你才能拿到這錢 只是說 你的有原則配合也是還是要 就是說有一個 基本的標準 不能夠過分 該做的還是要做這樣 那我會覺得 自己很可憐 對 覺得自己很可憐 對 我會不會點自己很可憐 華老師呢 他老師有一百萬 快欣然接受嗎 一百萬 不是這樣賺的 我會覺得自己很可憐 華老師 我覺得他們都是言不由衷 對 應該是一嘛 一喔 他不是言不由衷 他們 華老師的第二次 對 對 而且華老師 他很在意你的這個專業 對 就你職業的專業 跟你的職業道德 你既然講了 那你就好好做 好好表現 你把它當一個工作這樣子 對 高老師呢 我是也要忍一忍就過去了 真的啊 好 我是屬於有原則的配合 既然我已經要賺這個錢了 認了 那我一定是需要這個錢 那我們就說好 半個小時就好了 不是 之類的啦 就是要先說好 你不可以就予取予求 對 那我就 好 我也安心賺這個錢 算了 認了這樣 好 我們看觀眾朋友 你的選擇是什麼 請高老師問我們解答 好 如果觀眾朋友選擇 第一個跟黃老師一樣 覺得說 搭力那個桃社交易之後呢 覺得一定要好好表現 因為下次還有機會再賺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他死財 爛打的指數到底有多高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80 80 他屬於暴腹型的殘情人 那他發現對方 心機可疑的時候 他會展開暴腹的行動 那為什麼這一類型 會這樣子呢 這類型心機很重 心機很重 對 對 因為他想說 下次還要再賺 對 心機只有一半 我會好好表現 不一定下次再賺 好好表現 這一定要的嘛 對不對 對 好 那如果是像高老師一樣 你牙一咬呢 忍一忍也就過了 看一下 55 找機會就會殘情人 因為我們這種類型人 很容易胡思亂想 有事沒事就會想殘情人 觀察一番 喔 這種類型人 比較壓抑在感情上 所以如果我們發現 那個發票呢 有去某某某H字頭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始 尋現追蹤他到底跟誰去 喔 而且比較容易胡思亂想一點 對 會想很多 好 那如果是跟我一樣呢 有原則的配合 好 大家來看一下 只有20 他根本就懶得去殘情人 他覺得每天兩個人都很忙 怎麼 如果還要去掌握的話 寧願分手算了 好準喔 對 真的準到一個不行耶 怎麼會這麼準呢 而且你就覺得 大家都很忙耶 對啊 那我要贏啊 很奇怪耶 怎麼會選這個 怎麼會這樣呢 對 因為這類型的智慧 是比較高 然後他知道自己要什麼 不要什麼 所以他不會浪費很多 無謂的時間去猜 去抓對方 或是什麼事情 對 好 那如果是第四呢 哇 判掉了 麻雀變鳳凰 我們這邊都沒有選入 官人朋友選 這個話我們可以知道 你的死殘爛打的指數 到底有多高 就會麻雀變鳳凰 只有40 他是跟著感覺走著去殘情人 他很珍惜兩個人相處的時光 他覺得偶爾殘一下 會覺得很甜蜜 對 這類型人比較浪漫 比較天真 他覺得比如說情人節啦 或生日啦 聖誕節啦 兩個人膩在一起 就覺得OK了 好 那像大多數人一樣 譬如說少偉跟仁甫 跟莉琪 唐老師 都是覺得自己很可憐 對 我覺得好像逼良為常 對 就好可憐喔 好 來看一下 真的沒關係 等一下 很可憐 我等一下一定會請你們 吃滷肉飯補一下 對 要加滷蛋 好 好 你比較辛苦 兩顆 兩顆 好 我們可以知道 這位三位的話 他死殘爛打的指數 到底有多高 大家來看一下 99 OH MY GOD 他殘情人會殘到翻臉喔 大家當愛到最高點的時候 會莫名其妙地 想用各種方法 佔有對方 對 好 那當然呢 你想要有這個獵人 也要有桃花才行 那麼我們現在來看喔 在2003年喔 那麼12個生肖的人呢 他們的桃花月 分別是哪幾個月份 也就是誰 會在那個時候 出那個錢來買你 不是 這應該是好的桃花啦 不一定喔 各種狀況都不一樣 各種狀況不一樣 這樣子 好 我們來請教黃老師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種 就是你的生肖 如果是猴屬龍的 你明年的桃花月是在八月 農曆喔 很農曆的八月 八月就是有月 或者叫桂月 因為那時候正好桂花開了 是 那它的桃花是屬於哪種桃花呢 是這樣子的 撫琴弄月 桂花飄香 就是談談這個純純的愛 這個花錢月下 這種一種長期的這種 滿漂亮的喔 有點似有若無這樣的 很淒美的那種 你們倆屬什麼 我屬猴 正好 我屬龍 你屬龍 正好 正好 我們八月一起出遊吧 不是 我們兩個 正好中秋節 中秋節 有人就是你們倆 中秋節去看月亮然後 然後就看一看就 稍微是時候了 八月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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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 由你八月 好 第二種呢 是豬兔羊 豬兔羊呢 他們我們就叫駭卯味嘛 桃花在紫 所以紫月就是我們叫家月 這個家月呢 就是一種蘆蝟 就是因為那時候冬天嘛 冬天其他的草花都沒有了 就順下蘆蝟還在 所以它叫家月 那麼他的愛情是怎麼樣呢 是含育暖流 而並絲磨 互相取暖型 就是因為太冷嘛 天氣冷嘛 兩個人這樣還在一起 抱在一起 是喔 很暖和 就是這樣的戀愛 熱愛就是了啦 那還不錯啊 是到農曆十一月才有對不對 是的 那表示我兒子 明年滿四歲的時候 才會開始改變 很像他 太早熟了吧 恩姐 四歲 好 下集我們看一下 下一組是 就是浮馬狗 就是螢蝟序 桃花在茅 茅就是二月的意思 二月就來了 容易二月又叫做桃月 就是桃花盛開的時候 所以桃花一開呢 我們叫君子好求 所以這個 明年的二月 這三個生肖 在這個時候會遇到 這種難題之間互相匹配 喜歡的這種桃花 OK 好 最後一組是蛇雞牛 他說桃花是五月 四四有醜桃花在五 五月又叫蒲月 那麼因為五月呢 是天氣很熱嘛 所以他們就是爛桃花的 浴火旺難消 綿花惹草 爛桃花 而且你們是浴火難消耶 我們唐老師跟高老師 是這種的 所以明年的五月 小心一點 其他的三個都是好桃花 只有這個是爛桃花 爛桃花 OK 好 那麼這就是十二個生肖的桃花 另外請大家記住 好 那當然呢 這個我們知道呢 這個談戀愛的時候呢 最討厭跟最怕的事實上就是呢 在戀愛當中呢 殺出了一個成咬集 對 那我們很怕這個第三者出現 但是我們是不是自己 在無形當中也會成為人家的第三者呢 有時候會喔 很難說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來 進行我們的開運隨堂測驗 你 如果 不管是有意無意 成為人家的第三者之後 你會 幸福嗎 第三者還有幸福 還有幸福 對啊 有的可能後來 有的可能呢 就是完全是過這種 悠遊的少奶奶或少爺的生活啊 也許每一個人的這個目標不一樣嘛 對 我們請教高老師 會覺得第三者會幸福嗎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在內心呢 都有他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在隨堂測驗呢 就可以從那個 看喜劇電影呢 你幻想一下 我們就可以測驗出來 好 如果你看喜劇電影內容是 男主角呢 去女主角的家吃飯 吃到一半 女主角有事離座 這時候卻有人勾著男主角的腿 你輕鬆幻想一下 這一條腿會是誰的 第一 他奶奶 不是很奶奶 好 因為直覺感覺好像是嗎 是他奶奶好不好 這發音對 第二 是他哥哥 勾他的腿喔 第三是他妹妹 第四是他爸爸 第五是他媽媽 想一下喔 那個畫面喔 來 稍微 我選一吧 他奶奶 他奶奶 我這個只有他奶奶 他奶奶 人輔的話 我會選他媽媽 他媽媽 他媽媽 所以這是母女一起看上 這個男的就對了 他老師呢 大哥哥 一定是他妹妹啊 他妹妹 這就最期望了 每個人想都不一樣 每個人想都不一樣 這次好玩 這次好玩喔 高老師呢 他爸爸 他爹的 你不要那麼認識 他那個喜劇效果很大 他爸爸 好 那我也是選他奶奶 好 我們看觀眾朋友 你的選擇是什麼 請高老師我們解答 好 如果觀眾朋友呢 在喜劇的幻想是 覺得那隻腿是他奶奶的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你當第三者嗎 你會幸福嗎 我們就看一下你幸福指數 到底有多高 99 第三者 第三者 好幸福喔 好幸福喔 第三者 那我們應該是這樣的 今天呢 很感謝大家 很榮幸 當上了這個衛冕者寶座 是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會勾選他奶奶的話 其實他覺得第三者是沒有壓力的 當第三者 對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當第三者是順其自然 他會覺得自己要求的不多 所以跟著感覺走 沒有壓力 彼此沒有讓第三者是偶爾為之 所以他覺得OK 滿幸福的 所以我們呢 不管有意無意 成為人家的第三者之後 其實我們因為要的不多 對 反而滿幸福的 對 跟著感覺走 那如果是他哥哥 跟唐老師選擇一樣 來 看一下 55 所以苦澀煎熬型的 他覺得遲早會有火爆衝突的場面 會承受太大的壓力 他會覺得我們壓力很大 因為哥哥的話 是一種衝突跟對立的表徵 很強勢的 好 那夏皇老師 要選擇他妹妹 我可以知道 他當第三者的幸福指數 到底有多高 大家看一下 80 不錯了 甜蜜偷情型的 他覺得偷情是一種快感 所以一上癮就很難戒掉 對 而且你看 有了姐姐 姐姐離席了 還要妹妹 真糟糕 這個我們通常看電影 會把自己帶入 帶入做男主角 如果我是男主角 想來想去只有他 只有妹妹 其他我總不喜歡 你的年紀 應該是去找他媽媽吧 對啊 媽媽三姐讓給誰 好 來 如果是他爸爸 像高老師選擇一樣 好 如果各位朋友跟我一樣 覺得那隻腿是他爸爸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當第三者幸福指數 到底有多高 大家來看一下 只有20 其實我們覺得不找麻煩 一定會很痛苦 何必自己去麻煩苦自己 好 所以根本 不願意去當第三者 對 不願意 壓力太大了 好 那如果是他媽媽 好 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只有40 良心不安心 他不願意去破壞別人的幸福 更怕去傷害無辜的人 這倒是滿嚴肅的了 對 他道德責任感還滿重的 好 那我們當然知道 就是說一段戀情 有的時候沒有好的結果 也許是這個男的 富了女的 也許是女的富了男的 那我們今天請黃老師 來告訴我們 什麼面向的男生會是 佛情郎 我大概把他畫了一張圖 這個圖我想只是做一個參考 因為我們看一下的話 通常是一顆看整體性的 是 我只把他的特色 張茂登不是王少偉嗎 人主 你的照片怎麼在這 少偉的 你那個頭髮多膨對不對 沒有 我們只是看像黃老師 對 沒關係 這裡面大概有這個特色 一項或者兩項就有可能 是 我們首先先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看鼻子 通常鼻子比較就完全覺得 沒有肉 甚至是櫻沟鼻的 鼻頭尖尖的 肉很多 就是你嗎 有一點耶 肉很多 真的有一點 真的喔 你有點往下嘛對不對 我們常常說這個櫻沟鼻 吃人就是不吐骨頭的 整個骨頭都吞進去 就表示它比較薄情 比較會寡意 好壞喔 沒有啦 不是啦 不是像它這樣子的 對... 這第一個是看鼻子 第二個是看眉毛 結果眉毛不管是厚還是薄 但是這個中間斷了 或者中間在這個地方交眉 就是兩個眉頭擠在一起了 或者毛很亂了 這種我們講的 六親不認 六親都不認 何況你是她的女朋友 或者是她的太太 第三個是看眼睛 眼睛呢你注意看 她眼睛的眼神有點斜著 或者這眼型的形狀呢 是三角形的 因為呢 這你就比較像 真的好像 種種的箭頭都針對著你 真的喔 有這麼薄的 這下面眼珠子呢 比較偏向黃色一點 沒有那麼黑的 顏色比較淡對不對 有點咖啡這樣子 對...像這樣子的 那麼這種呢 通常就是比較不講人意道德 更不要說到是所謂的 男女之間的感情跟愛情方面 這是第三項 第四項呢 是看嘴巴附近 嘴唇比較薄 或者舌頭比較尖 或者人中比較窄的 這種講話就是說 真的得理不饒人 在講話的時候 一定很容易就起衝突了 跟人家發生的這些 莫名其妙的 有富於人的事情 那在最後呢 再看一下犬骨 我們通常犬骨要有力 但是呢要有肉 如果沒有肉 這樣子尖銳的話 那麼這一個呢 我們講說它比較就 不管人家的死活 就不理人家 那麼這樣在男女之間的交往的時候 對女朋友或者對太太呢 比較會發生像這樣子 包情寡意的事情 好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請教一下這個唐老師 我們來排一下這個 2003年的這個 星座運勢排行榜 因為呢 你能不能夠呢 有好的桃花 能不能夠呢 順利的成為人家第三者 不是啦 看完一下 沒有 就你的健康好不好是不是 不是 是你的職場上 跟那個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啦 就是 太沒有關係了 你在你的工作當中 在2003年 會不會是一個職場上的黑馬 那麼你在2003年 請你加把勁加油囉 我們看第三名是誰呢 第三名叫 互不為營 身負重任 所以突然之間你會發現 什麼 怎麼好像什麼頭銜都有它 哪家公司都看得到它的影子 就是很奇怪的 那就是太陽上身在巨蟹座的人 所以巨蟹座的朋友 你們要好好加把勁了 因為你明天的表現很亮麗喔 那我們看第二名叫 展現企圖 主動活躍 以前呢 大家都認為你是好好先生 或好好小姐 好像就是乖乖地坐在那個位子上 但是現在機會都在你旁邊 所以你不妨主動提起企劃 展現你的活躍度 那就是太陽上身在金牛座的人 所以黃老師還有仁甫都是喔 加油囉 對 仁甫是上身金牛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名叫做 由黑翻紅進步神速 人家會覺得說 以前都小看你了 現在沒想到你一飛冬天啊 而且以前這樣感覺滿遜的是不是 以前是滿遜的 油黑翻紅 對 運氣滿遜的 應對什麼都滿遜的 那就是上身或太陽在 處女做壞 真的是由黑翻紅了 真的 所以上身或太陽在處女的人 向王仁甫蜜 前兩名都包辦了 我相信你一定沒問題 加油了 加油了 黑馬 黑馬 那代表我現在很遜 好 來 請教一下 像你們兩個就真的 套入演藝圈之後 會不會反而跟人家講話 會很小心 不會 不會被別人 你會嗎 但本身我 本身講話就是比較 直 對啊 但是有時候 因為長期就是 因為我很小就出來 這個社會打滾嘛 所以其實就訓練的講話 就是比較有分寸 你本來就不太會講什麼 太過分的話就對了 對 仁甫呢 可是像我一直標榜著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沒有 其實我進演藝圈之後 我覺得反而跟之前 沒有什麼樣太大的差別 因為我以前就是那種 口直心快 我有什麼我就一定要講出來 就是 比如說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上節目我也沒辦法搶眼歡笑 我就也會在那邊這樣 也會這樣子 對 我沒有辦法演戲的 我心情不好就心情不好 心情好就是好 所以我就是那種 我覺得進了演藝圈之後 我覺得還是秉持自己的一個 就是自己是什麼樣子就什麼樣子 不要去做作 不要去演戲 好 那我們來進行我們的測字DIY 就是你們在最近 有沒有可能會得罪人 不管是有意無意的 是不是知道呢 我們請黃老師 來跟我們進行這個測字 就是說 你最近有沒有可能得罪人呢 我們用別外生之這四個字 請你選一個字 我們用這個字來測看看 你最近會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好 稍微選生 生 能否選知 知 立琦選 生 生 主您選外 主您選外 好 明依 好難受喔 你幹嘛要這樣講呢 對不對 那我選知好了 我避開唐老師 來 我們請你們這邊黃老師 為大家解答 好 我們看一下選別 那麼觀眾朋友如果選別了 到底你最近會不會得罪人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別呢 事實上這個地方還好 是利益的利益 但是這邊確實拐騙的拐 就是為了利益你去拐騙人家 當然這首先你就要得罪人家了 是 而且人家會跟你怎麼樣呢 會跟你割斷關係 所以我們看一下 你如果選別的話 到底會不會得罪人呢 最近 那是因為為利拐騙 割席與絕交 要絕交了 把朋友關係都打壞了 小心喔 OK 這很恐怖 所以選別的要小心了 好 那如果是外 高老師選的外 那麼剛才講過 我們會得罪人就是嘴巴 你一出嘴巴 加上外就是舊 舊就是一種兇 就是不好的意思 發現不好的事情 是 所以你如果選外的話 會不會得罪人家呢 那就是開口就得救 故叫接氣 故有就接氣 所以一開口就 所以小心最近 沒關係 接下來的幾集 我用手語 你用手語 他的測驗 我在旁邊搭OS 好不好 好 好 下面選森 這森注意看 上面是一個牛 是 牛在泥土上 當然就是努力的 很默默的去做事 努力的耕種 那他最近會不會得罪人呢 我們看一下 情牛耕土 安守本分 當然就不會去惹人家 招惹人家嘛 所以是不會得罪人家的 恭喜 有手有保備 對 有保備 好 最後是Amy跟仁璞 選枝 選枝 應該是沒有問題 我如果枝 會得罪人的話 應該不會現在還坐在這裡 一方面是鈴 鈴上長著你的翅膀 就表示你一個人 乖乖的就在樹林上面休息 不會去招惹人家 為什麼不會招惹人家呢 你不治不求 不跟人家比這樣子 對 治就是一種極度 或者是要去跟人家比 怎麼樣的 所以他會得罪人家呢 臨端展翅 不治不求 沒有問題 不會得罪人家 OK 好 所以這是別外生之 這是得罪人的策字 請大家做參考 好 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五五 五五 六六 因為只有兩個人 謝謝邵緯 謝謝仁璐 謝謝三位老師 謝謝老師 最重要的是謝謝您的收看 拜拜 年關將近 你知道如何讓自己 荷包滿滿嗎 現在只要撥打開運熱線 0941 121121 0951 060121 就可以知道十二星座 年終禮財方式喔 小孩能夠招來財富嗎 什麼生效的小孩 會是你的代財童子呢 好 下面是羊 羊就是葉庭嘛 正好你今年剛得到小孩 他是馬 馬的小孩 我們講馬為財 感覺不錯的分成求財 就是賺了 遠遠不斷賺了非常多的財 難怪我月子還沒做滿 就去做週年輕 對 你看 真的 如果想知道 本節目相關資訊 請查閱民眾日報 如果對本節目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上網至 www.fatok.com.tw 或撥打開運熱線 0941 121 121 0951 060 121 開運精靈潭等你喔 在海外 您可以透過東森衛視 收看本節目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